新开馆的成都自然博物馆有三大镇馆之宝 上一期视频我们穿越恐龙时代 看了河川的马门西龙 今天我们去看另外的两个镇馆之宝 成都自然博物馆有七万多件标本 实在太多了 我们只能粗略的看一看 这一馆藏主要是动物标本 从寒嫩的冰川到热情的非洲 各种动物都齐聚到了这里 仿真实的环境 森林中的再现 就连狮子王的画面都搬到了这里 万寿集结 海豹 白鸡熊 游猪 脚马 黑背狐狼 灵射 小熊猫 各种我们平常很难见得的鸟儿标本 在这里都能看到 还有多件珍稀蝴蝶标本 一彩分成 海中的鱼类 珊瑚 贝口 特别是像这样的海底世界 色彩非常的美 还有穿越上亿年的昆虫画石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黄黄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件镇馆之宝 大竹重庆鱼 这条鱼和石头是连住一起的 非常美 每一个部位的纹路非常清晰 栩栩入深 这种色彩就像我们炸鱼的时候炸的黄黄的酥酥的 感觉就像是马上就要入盘一样 这条大竹重庆鱼 距今已有1.5亿年 长约57厘米 是世界上保存最完美的鱼画石之一 这条画石鱼是在发洪水时冲到大竹县 被采石场的工人所发现的 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博物馆的一楼 浩瀚宇宙这里是很吸引人的 特别是地球这个位置 拍照的人特别的多 太美了 在地质环境厅和矿产资源厅 这里面展出的每一件标本 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岩石 每一件都是地球的密码 是绘书画的岩石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真的火山蛋 看到的这些岩石实在太美了 每一件都是非常漂亮的艺术品 而且还是纯天然的艺术品 每一件我们都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 我们时常说的宝石 黄金 原材料 都在这里大大的展现了出来 金矿石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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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膏非常像玫瑰状 因为它是生长在沙漠地区 所以被称为沙漠玫瑰 天然的色彩 看起来让人赏心欲目 无价之宝 人们带着各种档次的首饰 原材料 看得这么真切 玛瑙水晶真正的聚宝盆 非常美的归化木 大自然的神功 你才能感受到真正的魅力 红宝石 每一种不同的矿石在同样的灯光照射之下发出不同的色彩 就算是同一块石头上颜色也有差异变化 不知道我们常说的神秘的夜明珠是哪一种珍惜的食材 白玉 绿松石 猫眼石 蓝宝石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物品 又是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这块宝贝是天外来客 叫龙昌铁运石 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天外来客 明朝运落在四川龙昌县的 落下来的时候距离地面很深 清乾隆25年才被人挖掘出来 一神物真存 1973年才运回到成都的自然博物馆 表面看起来还比较光滑 有些地方有凹凸 平常我们只听到运石 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近距离的看过 这块运石呈圆锥形 锥高46厘米 长44厘米 宽20厘米 表面有细小的孔 主要含量是铁列 电视中我们看到空中的运石像火球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看着的 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 灰黑灰黑的 这么一款运石看起来也只有几十斤 但实际上它重大 一百五十八点五公斤 也就是三百多斤 成都自然博物馆中的三件镇馆之宝 我们就介绍完了 其实这里面每一件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 特别是小朋友很值得一来 上期视频有朋友问 来这里的交通攻略 来这里交通非常方便 地铁八号线直接在十里殿下下了过后旁边就是 公交车就太多了 像20路、86路、112路、128路等都能到地铁十里电站 特别提醒一下 来这里参观 朋友们一定要在网上提前预约才能进去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